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虽然我们不曾亲眼看到过火山爆发的宏伟壮观 却对高温岩浆的威力有所耳闻 凡是岩浆所到之处完全可以用寸草不生来形容 破坏力必然相当强悍 可是当高温岩浆遇到巴克球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场景呢? 如果将岩浆倒在巴克球上的话 巴克球是否还会有磁力呢? 针对这个疑惑,有人专门做了相应的实验来查看结果 巴克球作为一种磁性非常大的抑制玩具 可以借助金属球的磁场特性组成各种各样的造型 进行实验之前,试验者先将巴克球拼成一个小正方体 把岩浆加热到一定温度之后 迅速用钳子取出,立马倒在巴克球上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还是非常惊艳的 当岩浆接触到巴克球之后 巴克球的外层像裹了一层金粉一样特别漂亮 还伴随着一些烟雾不断冒出 等到冷却之后,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 巴克球已经完全被烤融化了 不要说有什么磁性,就连原来的形状都找不到了 就像废铁一样,没有任何用处 估计遇到这样的东西,大家都不想多看两眼 因为从他身上完全找不到巴克球最开始的影子 实验者经过两次实验之后并没有幸福 而是选择再来一次 没想到连续进行两次实验之后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巴克球遇到高温岩浆之后 只有高级金属变废铁的份 真的毫无招架之力 可见高温岩浆的威力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强悍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